东航空难的第四天 200多名遇难者家属来到广西吴州坠机现场祭拜 这次东航MU5735航班上共有132人 其中9人是机组人员 至今没有发现生还者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根据中共官方3月24日的通报 目前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21件遇难者遗物 和183块飞机残骸碎片 还发现了21名遇难者的遗体 官方称 搜救人员还在努力寻找失事飞机的第二个黑匣子 也就是关键飞行数据记录器 通过这个黑匣子 外界可以得知坠机前驾驶舱内是否发生了什么意外 也就是说 如果当局如实公布黑匣子的数据 人们就得知坠机的真相了 比如说黑匣子找到了 如果是对话能够被破译出来 那他们就今天有命了 如果黑匣子都找不到或者是破坏了 那他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悬案 就永远搞不清怎么回事了 目前中共当局对坠机细节的控制十分严密 除了少数官方媒体外 警方不让其他媒体的记者和民众进入坠机现场 实际上中共就是怕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件 怕任何事件超出了它的控制 就是危及到了它的政权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空难 但是中共现在已经是紧张到了极点 在机场和酒店 当局以防疫为名将遇难者家属封锁起来 远离公众视线 官方也几乎不公布任何有关机上乘客的信息 整个体制惯性地在阻止这个信息的暴露 这个事情不出现社会震荡 比如大量的家属去了 大量的控诉或者是要求赔偿 或者是质疑要求真相 几百个家属去了以后 它保持场面失控 所以它是前方位在控制这件事情 他们已经在这个灾难事件上 已经形成了一套管控模式 中共当局对关于空难事故的言论也开始加强管控 多个社交平台关停了讨论空难的账号 那接下来如果有人继续披露事件的真相的话 还有可能被抓 而他自己到同时推出了这种灾难经济 民航刚坠毁 当天当地的红十字会就要求民众献血 那么人们肯定会去质疑 你这个空难连一个生还者都没有 为什么要民众献血 反而中共对这样的事情他倒反而不去管 不去控制 在中共官方举办的记者会上 当路透社记者围绕东航失事飞机维修记录 飞行时长 事故发生时天气等问题提问时 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孙世英答非所问的态度 引起外界的质疑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 这个董事长不敢直接回应记者的问题 很可能是上边对他有具体的要求 所以他才出现这种状况 那我们就不得不问一问 是在这么多人子难的情况下 连一些基本的信息当局都不肯面对 都不肯透露 而让那个孙世英的董事长 照稿宣科达非所问面无表情的去对付记者 对付那些死难的家属 难道他不是对灾难的冷漠 对公众的愚弄 而且对记者的这种职业完全没有任何尊重吗 另外 东航缩减维修成本导致飞机失事 也成为了外界一个主要推测点 但所有相关报道和评论都遭到官方封杀 这句话就听着我能听到 是有什么功能吗 我可以听到的